孙丽因拥有甜美外形,清新气质,而被大家关于国民女神,在2014年嫁给小四岁男性邓超,为娱乐圈的金铜玉女,邓超和孙丽的结合,无疑是让人羡慕的一对,从女神孙丽嫁给邓超的那一刻起, 大家就对他们的生活保持关注,婚后的孙丽和邓超时常共开晒恩爱,邓超的宠妻形象,更是深入人心,不过,娱乐圈有很多表面夫妻,孙丽和邓超的婚姻,是否名寸失望,也不断被网友质疑, 早前一支警员在社交平台上爆料表示,早在派遇官阴前,北京海润影视的老板刘萌,就在四处雾色女爵,而孙丽也不惜卖身求名,与富商案地进行交易,目前此文已被悄悄删除, 后来又有一位社交平台大给爆料称,孙丽密贵海润高层,为孙丽出轨的传闻,又更加了一记实锤。 禁运,孙丽出席活动的时候,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腿上有多处入侵,一时间网友纷纷怀疑邓超英孙, 丽出轨怒火中伤,对其进行了家暴,对于此传闻,夫妻双方并没有回应。 但是最近有人问了勾在主委娱乐圈谁不会出轨,主委给出了回答, 当超顺利真的很恩爱,我觉得他们不会,我希望不会。 由此可见,二人感情真的很好了,如此恩爱,就更别提家暴了。 况且前几天,孙丽在社交平台还发了一段文字,描述家庭的日常生活, 虽然是小事,但是自立行间都透露出浓浓的幸福感,果然传言不可信啊。 目前孙丽快四十岁了,状态还像少女一样,至少不了家庭美满滋润。 至于膝盖上的孕青,孙丽一直都是女强人,对于工作态度严谨认真,应该是拍戏时太过刻苦而留下的吧。 这点就和那些动不动,就用近身的小鲜肉们不一样。 希望等超顺利一家四口,能一直幸福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